推开厚重的家门 家勇紧忙胆去封城 老父亲则端坐屋前 看见这败家儿子 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这么胡折腾 举着这点家底 非得让你折腾光了 你还能干点什么 你说 除了那事你还能干什么 就不学得好 这王八蛋 父亲语重心长 富贵确实不以为然 我跟谁学好去 我就纳闷 这三院房子 怎么就剩这一院了 当年有名的徐大混蛋 不是我 老人家向来如此 甭管天大的事 擦把脸的功夫就忘了 他说我什么来着 少爷玩乐一夜 回屋倒头便睡 家珍语重心长劝解 只盼丈夫能改嫌归正 没曾想 人家却是早已进入梦乡 又是一日 书惯了的福贵少爷 难得赢了一回 今晚这手机要转 家珍却找上门来 来来来 快给少奶奶看座 不过儿 你就添我一次 跟我回去吧 龙二则是不怀好意的相劝 福贵少爷 还是跟少奶奶回吧 咱们改是在班的 你看 少奶奶都站这儿呢 怎么回事啊 没完了你 这不够丢人现眼吗 倒什么乱 倒倒倒出去 我这刚 来来来 别理他别理他 来来 出去 滚远这儿行不行 出去 少奶奶颓然归家 福贵却是兴致正高 又岂肯随同归去 再来 然而胜负输赢 已然是板上钉钉 也只需几个回合 账本上 便又浓墨重彩地多了几笔 这场并不公平的对弈 戛然而止 福贵少爷 您的账 到头了 您不能再玩了 您都输光了 光了 什么光了 您抵押那房展 折合释迦都输给龙二了 您是一片瓦一寸地都没胜 讲个故事 你别当真 庄家细细核算 潦草的字迹 究竟代表数字几何 想必大少爷 自己都记不清了 反倒是龙二一脸紧张 生怕稍有半分茶匙 直至彻底清澈完毕 方才露出丑恶嘴脸 福贵少爷 您抚上那院房连半间都没给您剩下 您千万别灌我狠心 我实在是太喜欢那院房了 实际实际 过两天俯人见 福贵此时早已竖红了眼 又怎肯放龙二就此离去 一番撕扯后顿悟 这一切本就是一场骗局 你是重心别人害我你 可庄家的原理又哪有人情可言 无本生意断然不作 我拿命 说句不好听的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那命也就不值钱了 千金假夜 倾客化为乌有 福贵被后勒出来 却遇见不曾离去的家珍 福贵 我在这儿等你 就想跟你说一句 我想明白了 你也改不了 我也不想跟你过了 我带冯家走 福贵少爷 请回吧 福贵少爷 你怎么了 你怎么也要打人呢 福贵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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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具贵少爷 转日 龙儿带着帐房先生上门 老爷子倒也落得跟洒脱 龙儿 我们徐家这院房子 能还得清富贵欠你的赌债吗 能能 那就好 那就好 赌债也是债 自古以来没有欠债不还的到 上有公事人 宣布清账 下有街坊邻里为证 一纸文书 一枚纸印 徐家百年几页 更名唤姓 我以为我能够死在这院里 言罢 徐老爹静止来到福贵面前 高举手杖便往死里打 怒其不懂人事 怨其不听规劝 随即急火攻心 赫然呈网 终事了了平生夙愿 吃了事的福贵亦不如往日那般 一辆手推车便装下了全部家当 昔日的富家子弟 如今也只能穿着一袭粗布麻衣 在巷口卖些小玩意儿过活 实质隆隆 鲜有人外出 本就不景气的生意 便更加萧条 待到春暖花开 家珍带着孩子找来 看见儿媳带着孩子回家 本就体弱多病的婆婆 竟也多了几分精神 夫妻俩再度相见 往日积月 不须多言 便一笔勾销 倒是未见的儿子 着实令人喜欢 你起开了吗 起了 叫个不赌 谁不赌 再也不赌钱了 谁 谁起的 我啊 福贵只是憨笑保证 这辈子再也不赌了 我知道 要不我也不会回来 婆婆信以为真 以为孙子真以不赌为名 我跟福贵说下话了 叫个有庆 夜深人静 夫妻俩畅谈心扉 一个懊悔 当初犯魂 一个却说既往不咎 次日 福贵找到龙二 本想借些钱财 开家小铺度日 不想却遭了一顿奚落 我不赌了 免得日后跟你一样 不赌 咱们不赌 我儿子就要不赌 骂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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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有 有气 有气 福贵说明来意 龙二虽没直接拒绝 却也并没爽快答应 而是将陈峰的皮影 鉴于福贵 气班子一路走南闯北 虽难大富大贵 但好歹 却也能维持一家人 混个温饱 春生一路跟随 倒也将这皮影手艺 学了个七七八八 福贵春生被抓了撞钉 随军开拔 死一行 无闻归期 福贵心系佳人 企图逃脱 这方言好几百里地 都是对我 还得抓你的钉啊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老娘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保住命就不错 眼见无忌可失 也只得化作一声叹息 春生却没那般牵挂 只对后面而过的卡车 情有独钟 我要是能开上汽车 死都愿意 那是你 我可得活着回去 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 部队住房 枪支弹药 摆满战壕 唯独那皮影箱子 却显得格格不入 幸得老兵出手相助 才堪堪得以保留 老兵劝他扔了算了 这是借人家的 还得还 以后还指着他养家的 夜里寒风呼啸 仅凭那丁点的白酒 三人才能勉强 暖和一些 在醒来之后 阵地上早已空无一人 徒留下满地的机枪大炮 怎么都跑了 共军要出风了 那咱们也跑跑 往哪儿跑了 回家呀 扶裸裸倒能回家了 还给你发炉费 那人家不用枪打 不会 梁枝手举起来就行了 福贵春生 赵猫画虎 学得相亡相要 可别随便往药里摸 到时候你一摸腰 枪就打过来 共军优待俘罗 管吃管喝 还发光羊 这是我经过过 大部队转眼占领了阵地 当夜 福贵再次打起台子 只这次没有刺刀 只有教好 他归家心切 虽兽骨临巡 身负重物 亦是步履轻盈 忧神的小巷里 凤霞正给人挨家挨户的 送热水 凤霞 凤霞 我是一戒 干什么呢 抬头望去 有镜虎头虎脑 家珍却甚是憔悴 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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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清冷的街头 酒别再见的相拥 一如开水那般滚烫 此番离别甚久 徐老太 临死都不知 儿子身在何妨 家珍一人 兼顾全家 虽靠每日凌晨送水 勉强维持生计 只是可怜了两个孩子 没睡过一个呼伦觉 凤霞怎么就哑了呢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回来就喊 这就算命大了 整整七天 混着烧得跟火一样 此时牛镇长上门家访 了解了福贵的近况后 又问及春生 怎么没一同回来 春生参加解放军 开汽车去了 往南边走了 那一会儿伴上回来吧 从牛镇长口中得知 那龙二因住进徐家祖宅 妥妥地依附地主姿态 说话间就要公审 街头上人头传动 声势浩荡 龙二被押往命运的终点 只需看上一眼 便吓得福贵起身回避 毕竟那院房子 曾是徐家假夜 如今自家成分如何 造成了福贵最担心的问题 当得知只是个城镇贫民 一颗悬着的心 可算放下了 时间转瞬来到了五十年代 钢铁年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 成了大家一致追求的目标 群策群力 同心同德 家家户户捐赠铁器 福贵一时将家里的铁桶铁锅 全部拿出 牛镇长分拣过后 铁锅留下给炼钢工人烧水喝 其余杂物通通烈化 家珍则担心锅炼了 家里怎么做饭 说话节 有庆也闹个积极 将爸爸装皮影的箱子 拖了出来 众人食柴火焰高 哪管他铁钉铁丝 眼见福贵不舍 却又不懂如何拒绝 镇长 这链钢工地上 唱不唱戏啊 富贵联盟大枪 工人兄弟 日夜辛劳 闲暇之际 看取皮影 全当事稍事休息 好主意 好主意 我见人家钢铁阵地上 都是学生队阳谷阳号的 咱们就唱皮影给大家鼓劲 别拆了 给他们留着吧 对对对 不拆了不拆了 集体食堂 人头传动 大碗面条 管吃管够 有庆人小鬼大 只叫城上满满一大碗 好好 给你加满 这是人小志气大呀 猪八戒都不如你 咱公说大食堂啊 你的是面 还是吃 这叫做的 红油辣子 舀了一勺又一勺 稍加搅拌 便是热气腾腾的一大碗 他小心翼翼 得路前行 选了个僻静之处后 爬上木凳上面 虽气得福贵要当众教子 可有庆将来乖巧懂事 唯独今日此半顽略 家珍却觉得 有庆固然有错 但也是出有因 有庆什么时候给你惹事了 那家孩子欺负凤霞 有庆还不是去护着他姐啊 可怜凤霞 给人欺负了都说不出来 有庆知道疼他姐 你还打发 指几句话 便说得福贵没了脾气 给个牛了啊 快敲上吃饭啊 这一晚上给你唱个戏 有些不去 水破戏 小高炉烧得透红 兄弟姐妹们同心协力 家珍供应热水 解渴降噪 富贵演戏助兴 好不热闹 经历数个日月赶工 终于有了成果 咱们的钢铁练出来了 咱们的钢铁卫星上天了 咱们的先生抱一起去 好 大家都立功了 富贵家珍 你们又唱戏 又送水 也立功了 今天食堂里头 吃饺子进攻 每个饺子里头 都包了一头猪 这牛皮锤的 看似不着边际 又何尝不是 劳动人民的底气 十五天赶上英国 超过美国 主战华下 好 咱们练的钢铁啊 能造三颗大炮弹 都咱娘子打到台湾去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床上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饭框上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 让他睡不成觉 吃不成饭 还拉不成屎 咱们就结崩台湾了 孩子跟着爸妈日夜操劳 却早已睡得香甜 家珍不忍叫醒 门外小孩却前来叫喊 直到是区长来校试查 老师组织同学参加练纲 福贵吩咐家珍叫醒有庆 家珍则心疼孩子树叶未眠 福贵自有一套理论 集体活动还是要参加的 总不能落后不失 当妈的信信 旅饭盒里装上十五个饺子 恐不够再加五个 二十个吧 有钱多吃点 只是这盒饺子 孩子最终还是没吃尽嘴 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 那以后呢 就天天吃饺子 天天吃肉 吃肉活着 怎么还不得有点盼头 夜里福贵在钢铁工地慰问演出 目不外人生草杂 有庆同学匆忙跑来报信 只一瞬 那丁点的盼头 却变成了泡影 福贵的儿子 区长是天黑以后到学校的 他开着欺负车 向后一倒车 把学校院墙就给撞倒了 没想到 徐勇青就在院墙后面睡着了 半院墙的砖 都扣在了他身上 当时就不行了 区长也受伤了 现在在医院里面 他也是太累了 四五天没合眼 福贵浑浑噩噩 丧子之痛 无须言表 一时也只化作了声声呼唤 那破床单盖着的 可是一家人的念想 怎么了 我 schnell也想 有钱 徐勇青加油 答应他 爹来了 给爹咳一声有钱 有钱叫爹 有钱 他 怎样这是 不贵不贵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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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祈 快抬头 不能让他揽开 不能让他揽开 快 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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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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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走开 让我看 让我看 游婷 你把我们的家人的面相 指挥纷飞 一个小分头下 埋葬的是一家人的希望 游婷准备的饺子 游婷还没来得及吃 这次又包了新的 依旧还是二十个 游婷吃饱了 就好好睡 踏实睡 你从小到大 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现在你就踏实睡吧 游婷 游婷 娘对不起你 娘不该让你去学校 娘应该把你爹拦住 不该让你去学校 娘应该把你爹拦住 不该让你去学校 都是娘不好 游婷帮你爹拦住就好了 游婷帮你爹拦住就好了 不该让你去学校 游婷 一家人生泪俱下 牛镇长送来花圈 是区长前来追到 夫妻二人抬头望去 这区长竟是春生 你就是区长 我儿子是你撞死的 我就一个儿子 春生 我就一个儿子 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 但是你得撞死了 你开什么车 你开的什么车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区长心里头也不好受 春生自知理亏 可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 唯一能弥补的便是厚重的二百元 虽说买不来人命 但好歹落得个些许心安 可丧子之头营绕心头 佳珍又怎肯收下 我儿子 你走 你走 你记住 你欠我们家一条命 又欠识你害死 你欠我们家一条命 你记住 你走 快走 你先等我 回 好 富贵 嫂子 我走 我欠你们家一条命 我记住 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 转眼便结下了血海深仇 虽都不是有意为之 可毕竟无法原谅 那是一条年轻且鲜活的命啊 时间转而来到那个年代 片中充斥着大量特殊画面 个别片段解说 与画面会稍有不符 我细细讲 你且慢慢听 牛镇长再次登门拜访 只因福贵的皮影 是旧时代的产物 此番只得销毁 如今的凤霞 却也早已长大成人 可那哑病却未曾治愈 三人协商着给姑娘找个婆家 镇长将此事揽下 心中一时早有人选 他也有点小毛病 腿有点瘸 瘸得厉害不 走路爱不爱事 你走路不爱事 急了也能跑 此日 牛镇长便把相亲对象带到了家里 瘸了一条腿的万二喜 两人初次见面 凤霞抬眼偷瞄 二喜一时彬彬有礼 转而便起身离去 临走时 还不忘在院里看了一圈 家珍随即问富贵 看法如何 他只觉得二喜腿脚尚渴 人也老实 只要对方不嫌弃凤霞哑病 他便没有意见 而此时的凤霞 也早已将二喜送的帽子 美美地戴在了头上 此日 二喜便带着一群人 浩浩当当地前往徐家 富贵 富贵 你们家出事了 他们这大厅的上房 拆你们家房呢 那头上是个瘸子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一听瘸子 家人便知 不是万二喜 还能是谁 他看不上他放假 也不能拆他房啊 两人心怀忐忑地赶到家中 幸好只是徐静一找 原来万二喜早已察觉 徐家房屋破漏 便带人将房顶修气一番 就连那院墙 也是一并粉刷的便 一行人 捧的是二喜人场 干完活就走 任凭福贵怎么挽留之河 带到二喜 再登徐家家门 便是一人孤身去 二人结伴回 我跟凤霞的事 二老还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 你们俩愿意就行 没意见 要是这样 那我们什么时候办 什么时候都行 一定 二喜啊 凤霞从小就面苦 你要是不做男的话呢 娶凤霞那天 多叫点人热闹上的 也让凤霞高兴高兴 啊 时之隆隆 二喜带着凤霞 再度回到娘家 饭馆里的各式菜品 便是装满了四个饭盒 一是唯恐岳母体弱多病 不忍再下厨操劳 二是加油喜事 定然值得庆祝 此一番 去时夫妻喜结连礼 未来一家开枝散叶 爹 娘 凤霞有吗 你这会儿再忙了 也得多拍拍凤霞 好 我当年怀凤霞的时候啊 你爹 他天天都不招架 爹那时候挺忙的啊 挺忙 不提当年了 爹没什么出息 你们呢是赶上好时代了 凤霞的孩子长大了 时代就更好 二喜 再喝酒 从二喜口中得知 春生走自姿态坐实 并提醒岳父 切勿与妻再有接触 不想当夜春生便找上了门 多年以来 他创死有境的事 一直耿耿于怀 就连赔偿的二百元 家珍也一直不肯收下 今日前来 便是将毕生积蓄 全部赠予许家 而如今的他 妻子无故自尽 他便也觉得 活着没啥意思 你可别想不开啊 春生 这时候你千万可别胡思乱见 再怎么着你也得忍着 你可不能再走这条路了 不贵 我不想活了 任凭富贵如何劝慰 对春生来说 亦是无用 家珍在屋内听得真切 他深知彼时能够活下去 就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 心里丧子的芥蒂 逐渐也在溶解 春生 外边冷 进屋说吧 嫂子 就不进去了 我是偷着出来一趟 还要赶紧回去呢 春生 你记着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 你得好好活着 时间仍然 到了凤霞临盆的日子 可放眼整个医院 正值医生 早已关进牛棚 在读的学生 倒是向煞有介事地 穿起了白大褂 此番氛围 着实令人心里难安 二喜担心妻儿 便将昔日妇产科的王主任 从牛棚 带到手术室门前 惹得学生大声质问 把王斌带来干什么 幸好二喜头脑灵活 就说是让这王斌在此 反省自己的问题 这理由也着实站得住脚 学生也就当机应允 可此时的王医生 已经三天水迷未尽 浑身无力地摊坐在长条木椅上 福贵近身查看 搞清缘由便独自上街 买回来七个大白面馒头 王医生着实饥饿难耐 也不扭捏 一口便能吃掉半个馒头 这边家珍却已经开始给外孙起名 曾经儿子起名不睹 这次却更加奇葩 只是看向王医生这边一眼 当下便有了主意 叫馒头 你看这馒头顺着就叫了 那哪儿是人名 这是有讲头的 你看这猫啊狗啊馒头啊 都不是人名 不是人名就上不了人名册 上不了人名册啊 这阎王小鬼勾着命的时候啊 找不着人名 孩子的命就保住了 老一辈人都这么说 那就叫馒头 说话间 婴儿啼哭之声大气 学生赶忙出来报喜 男孩七斤二两 母子平安 这边的王医生却状况突发 一口气咽下了整整七个馒头 任谁都不会好过吧 福贵赶紧端来热水 想必顺一顺便好了 这时学生的一声惊呼 却响出了整个医院 快来啊 铲子大双鞋指不住 大双鞋指不住了 怎么办啊 众人紧忙冲进产房 病床上的凤霞面色惨白 一呼一吸尖 似乎就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学生们已然无计可施 二席马上奔赴走廊 请王医生是以援手 可此时的王医生已然是自身难保 七个馒头在热水的腐化下 保不齐会把人撑死吧 二席又再次返回产房 凤霞的状况也变得越发严重 二席辗转于产房与王医生之间 王医生却也没有任何好转 鲜活的生命便在母亲的悲鸣中 悄然消逝 师父求求你 我求求了一个女孩 我求求了一个女孩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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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他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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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见荒野 两座坟头上杂草斑驳 一座坟前 是热气腾腾的饺子 另一坟前 是馒头成长的留念 老两口则入往西那般 戏书往事 想起来 那时候我要给王大夫 少买几个馒头就没事 王大夫准能把他放下救活了 他是教授 你爹啊 他一到这儿来就唠叨了 让爹说吧 要不就别给他喝水 听人家说一喝水 一个馒头在肚子里 就涨成七个 王大夫吃了七个馒头 七七就是四十九个 也就是这么一大堆 他能不出事吗 二喜啊 二喜 那个王大夫 他现在还是光吃米饭 不吃馒头啊 不光是不吃馒头 市面都不吃了 回家后 不愧将装披影的木箫拿出 并将馒头的小鸡 一支支地放了进去 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呢 牛以后啊 那时候日子就越来越好